王嘉尔,中国香港人,1994年3月28号出生,运动员、歌手、主持人。 2011年亚洲基建青年锦标赛,获得男子17岁足,配件个人冠军。 2014年1月16号,在韩国以男子组合God7成员身份出道。 2015年12月,与何炅搭档主持中国版拜托了冰箱,被大家所熟知。 王嘉尔前段时间的切拉音乐节更是杀疯了。 据说王嘉尔是首位登上科切拉音乐节主舞台的中国艺人。 This is Jackson Wong from China,更是点燃了所有粉丝的激情。 在科切拉音乐节上,王嘉尔表演了100位斯,California以及他的战歌Blow,马皮荷尔蒙,王嘉尔一战风神。 而科切拉后劲有多大呢? 王嘉尔夜四两天找了11万粉丝。 王嘉尔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他在科切拉的照片,其中他与CL同框合照引发大量关注。 由于静暖时间的热度,王嘉尔首次被邀请登上由美国歌手凯莉·克拉克森主持的脱口讯。 The Kelly Clarkson Show,同期的节目嘉宾还包括美国演员Jekie Johnson以及Natasha Leggo。 而Gaga在节目中超可爱的表现,竟然Natasha Leggo指乎想要领养她。 作为曾经的极限运动员Kelly Clarkson询问,王嘉尔父母对于她进入演艺群是否会虚妄。 王嘉尔透露,她是在准备伦敦奥运会时,和父母说了自己的音乐梦。 当时父母都觉得她疯了,就连校长也对她说,这将会是你人生中最糟糕的一个决定。 而当她告诉父母自己通过了韩国的试镜,即将飞往韩国追梦时,父母也再次表示非常不赞同,他们会绑架你,把你抓进山洞里,我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最后她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了父母,也成为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Jackson·王嘉尔。 此外,Kelly Clarkson也问道,成名后有没有给以前的校长写信。 对此,王嘉尔表示,她回国开演唱会时,又邀请当时的校长。 没想到彼此见面后,校长竟然说,Jackson,我们一直都很相信你,直接笑翻全账。 这段访问不仅让粉丝更了解王嘉尔,作为同期嘉宾的Natasha Leggro也被她圈奋, 几乎她真的太可爱了,你说什么我都会做,我都想领养你了。 一旁的Jackie Johnson还表示,他们就是王嘉尔父母,所说的那群绑匪。 王嘉尔随后恍然大悟地逃离两人,搞笑互动再次点燃全场氛围, 不得不说,如此可爱又帅气的嘎嘎,谁都无法拒绝。 对于嘎嘎嗨了就拖这件事,CC以为自己早已砍蛋。 没想到还是留下不争气的口水,毕竟谁能扛得住腹肌呼吸? 王嘉尔,可不可以别再拖了吗? 谁不想在你的胸肌上滑滑踢? 王嘉尔,可以别再拖了吗? 对于拥有美好肉体又乐于深耳的,姐妹们真的会感谢。 毕竟我们苍版的精神世界需要一些滋养。 王嘉尔,可以别再拖了吗? 光是看着帅哥的泡沫里灯光下,那若隐若是的线条, 我就能多吃两万饭。 王嘉尔不仅身材好,人品更是一绝。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永远可以相信王嘉尔的人品。 2019年,韩国女性陪助炫在舞台上,被猥琐男主持狗肩搭背占便宜。 随即还对她唱小黄歌,歌词内容大概是,我一看到你就会兴奋。 让前一秒还处于开心状态的陪助炫,立刻如坐针毡。 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惊恐,但她不能当场发飙,因为韩国女性社会地位低。 而且她必须考虑到主板方的面子。 僵持之间,王嘉尔却突然走到她的身边, 巧妙地用话筒逼退了男主持。 这样既没有损害主办方利益,同时也替陪助炫解了围。 后来陪助炫看王嘉尔那个眼神也很有趣, 虽然满是感谢,但却顾及现场氛围不便明说。 王嘉尔会如此热心帮助陪助炫,并不是出于某种目的, 单纯只是为了替女性打抱不平。 她会主动脱下外套给女性折腿, 也会给路过的小女孩拉好肩带。 小年Lisa因为素颜出镜被拳王嘲笑时, 王嘉尔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她生缘的男艺人。 当初为了应援Lisa,她甚至专门准备了一只应援物,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她的绅士手。 王嘉尔有次跟Jesse合作努努娜娜娜, 为了避嫌将自己搭在对方肩膀的时候高高抬气。 当时Jesse着急的表情仿佛在说, 这小子何必如此见歪? 这个舞台片段流露出来后,立刻登上了韩网热天。 王嘉尔为了回应观众, 后来韩男Jesse判了一组绅士手写真。 王嘉尔这个特质到了国内依然继续发扬着。 少跑男时, 迪丽惹巴因为太激动, 鞋子跑掉了。 但为了完成比赛, 她还是坚定地裸脚跑完全程。 结果回来后却发现, 一旁的王嘉尔默默地为她捡起了鞋子。 所以说王嘉尔总是女人越旺盛。 无论中寒, 女艺人都喜欢跟她这种明星塔交道。 王嘉尔真的是被自己的绅士风度害得够强。 参加王者出击时, 西梦瑶因为比赛赢了她, 于是逼她吃自己带来的特质辣酱。 可凡是了解国王嘉尔的人都知道她不吃辣。 有此得知, 节目组要准备辣椒, 自己提前开好了一盘饮料, 作为解渴备用品。 别人用假辣椒吓她, 她直接将其丢出窗外。 但是由于身序风度, 她没有强硬拒绝这种要求。 而是忍着疼痛, 尝了一点西梦瑶的辣酱。 结果辣酱刚入口, 额头立刻爆汗如鱼, 面部表情也变得扭曲。 据说王嘉尔父亲知道她这个弱点, 所以小时候常常给她吃秋葵和牛鞭, 王嘉尔也将自己的病症称之为蒸笼头。 这种怕辣症状可大可笑, 或许不会造成死亡事件, 但肯定对身体有害。 而且西梦瑶并非不知道这件事, 在参加节目前, 她就从陈鹤那里得知, 大家喜欢用辣椒吓王嘉尔, 所以这次逼是辣椒酱事件, 视她有意为之。 至于目的, 只是为了让自己在节目中笑得更开心而已。 事后王嘉尔并没有因此发怒, 毕竟当时自己还不怎么获。 而西梦瑶挂着四大超模杜王儿媳的头衔, 她惹不起。 不仅如此, 为了保证自己的事业, 她还不得不跟西梦瑶两口子吵友谊, 装作关系很好的样子。 王嘉尔的家境并不差, 出生于香港的体育世家, 曾一度被父亲逼着练肌剑, 如果她不当演员, 或许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肌剑生。 但是出于对舞台的热爱, 她还是选择用两年半的练习生生涯, 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舞台, 甚至不惜为此放弃参加伦敦奥运会的机会, 和已经取得的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因此, 她对西梦瑶有多忍耐, 就表明她对这个舞台有多热爱。 从小生长在香港的王嘉尔, 为何还能如此爱国? 王嘉尔是第一个敢披制五星红旗, 在国外开演唱会的男人, 在发现练习生后辈中有中国同胞, 她表现的异常心悉, 最后鼓励大家一起为国加油。 现场有几个韩国练习生一脸郁闷, 有的甚至还表现出嫌弃。 一些韩国网友也认为王嘉尔行为不妥, 不少人对她表现的义愤填膺, 但王嘉尔从未被影响, 有次她说自己是中国人时, 一名韩国小孩却再曾确认是真的吗? 现场立刻一片红笑, 似乎在嘲笑王嘉尔平时自诩爱国的行为, 严肃地对着小孩说我是中国人, 这种明确的态度, 立刻让当时红笑的氛围变得安静下来。 作为一个香港出生, 在韩国发展的明星, 为何王嘉尔对中国热爱如此执着? 曾经也为了香港老派艺人说过, 现在香港仍然爱国的, 都是种老年人, 而年轻一辈, 则大半被外来思想毒害了。 但王嘉尔却是个例外, 他有时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但却明确知道, 香港跟中国是一体的, 有次韩国主持故意抠字眼说他是香港人, 结果他马上反驳说我是来自中国香港, 成名后他便把父母从香港接到北京去住, 在北京卖了大房子, 打算彻底安居一次, 有人觉得他这种爱国行为太佳, 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 但是他却比那些公输不作的人要好, 一次次挑战韩国人的威严, 一次次用实际行动, 证明着他喜欢内地。 这种情况倘若放在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身上, 都会考虑三分, 但他却说一不二的执行者, 这种行为岂不是比一般人都高尚许多,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